大家好 我是徐彬哲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么今天是周末 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那么这个礼拜台股进行一个 震荡压回 那压回的过程里面 其实就整个台股的结构来看 量能它并没有放大到1000亿之上 其实你要去观察这一波台股的量能 从开始转强之后到现在为止 你日K线上面很少看到 超过900亿之上的量能 这一波都是走量缩电高 现在也是走量缩压回 当然今天盘面上面 尤其是盘中 短线上面破了月线 当然有一些股票会出现 短线上面的停力 或者是停损的卖压 那么盘中 尤其是我们台湾上一季的GDP 竟然是负成长1.1% 当然让行政院立刻立马 在整个股市进行的过程里面中 去推出一个刺激方案 那么边讲边讲的指数就往上拉 盘中还翻红 那中场它是以小跌作收 那么怎么去看这个盘式 其实我测表已经写得非常的清楚了 就整个操作策略上面来看 那么这一波我们的规划 尤其是第二波的操作 从中秋节过后 到涨到第13天 14 15 16 17 18 那么这涨势的过程里面 我们针对反压 它没有办法带量过 就做一个短线上面的资金调整 那么每一波的战役 它有开端 它也有短线的结束 但是并不代表着我们就看空 我只是告诉你说 短线上面你该调整 你就调整 不用客气 因为股票市场里面 它不会跟你讲道理 它是顺着趋势来做 当然今天会有很多人去讲 13 5计划里面开放 中国大陆开放二胎的这个题材 那题材归题材啦 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自己也有小孩子嘛 那你开放人家生二胎 如果今天开放明天就生 那应该是很快嘛 对不对 可是怀胎要10个月 所以针对这个题材 我只是点到这边为止 我只是告诉你 短线上面有题材 当然会热热闹闹 但是就中波段的角度来看的话 既然我们在操作策略上面 已经做了调整 我们今天就会把一些操作的细节 给交代完毕 那么我也希望在周末的时候 你好好静下心来 因为我这三天里面 不断的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你手上有比较弱势的电子股 你发现台股从7203点 涨到了8700点 你的股票不但没有跟上大盘 而且在这三天 尤其是台股压回的过程里面 竟然领先大盘去破低点 那么这些股票 你要小心再小心 留意再留意 我不希望你持有这些股票 因为我们常常讲 投资上面的观念 就是机会成本 当你在第一笔操作 第二笔操作 第三笔操作 你每笔操作下去 假设你100万买一档股票 那么同样的时间 这两个礼拜里面 你如果没有买到强势的主流 那么你的股票往下跌 代表着你上市的机会成本 你明明可以去买到一档会涨的主流股 你竟然把钱放在不会涨的弱势电子股上面 这个叫机会成本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 你该怎么去制定自己的战略 很重要 你的战略上面要怎么去定 做多做空 选定哪个产业 锁定哪几档股票 来回做价差 这个叫战略 战术上面 一档股票还没涨完之前 你可以做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第五段 但是一旦股票转落 你想都不用想 先离开 先离开 这个叫战术 所以持股五档 从短线做到波段 是我们在节目上面 不断告诉大家的事情 我们也一直在做这件事 所以很多人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 会看到我们不厌其麻 在讲这个观念 原因很简单 就好像我们最近在解持股 只要解到超过五档以上的 我们都告诉新进来的团队成员 就是浓缩持股 就是浓缩持股 因为你挑了那么多的股票 会让你短线上面 或者是台股涨了一千多点 都没有赚到钱 那表示什么 表示他这个产业 或者这家公司 未来一到两季的展望不佳 既然展望不佳 筹码就会弱 筹码既然弱 股价就会弱 跟不上大盘 对不对 所以我们算股论计是告诉你 你要去找 未来一到两季 这个产业跟这家公司 会好的 你才去做一个锁定 然后去精算他的筹码 跟精算他的买卖点 不是吗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 这些道理或者是说 我们的操盘手法跟看法 不外乎就是要提醒你 这是一个比较的方式 就是我们的操作手法跟看法 你拿去做比较 对你来讲也没有帮助 如果有 那我这个节目开下来 你来看就有意义 这个也是机会成本 你花在我的节目上面二十几分钟 你人生的生命里面二十几分钟 对你来讲帮助有多大 我希望我尽到我的权利 来 所以我们先把大盘给谈完 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前一波再讲 用格局上面来看的话 一定要先从周线看 不要用日线去乱拆高点乱拆低点 那个没有用 来 周线上面我们在9月18号的时候 我曾经提醒过 我们当时为什么做第一波的调节 原因就在于说 连涨了四周之后来到反押区 尊重一下 台股也刚好来到季线 对不对 当时我们连续八档六档股票 但是我说过一旦压回 它是要确认上升的斜率 就跟这边一样 好所以在9月25号压回的时候 我说压回你就不用怕了 因为如果你锁定好主流族群 像当时的汽车 当时的生计 很多人现在事后回过头来看 很多的股票都在这两个族群里面 创波段新高 周线格局多方控盘 就是慢慢的往上走 所以这一波再往上走的过程 我说第四季的主战场 一定是生计加汽车 到现在为止持续验证 持续验证 所以涨到第八周没有什么大问题 当时我画了一个黄色的这一根K线 然后我说这边叫做嘎空点 为什么 融资开始狂退 融券开始暴升 这一根要能过才能够确认 台股会走嘎空 重点在量能不是吗 所以涨到了这个礼拜第十周 我昨天特别告诉你 K线确认收黑了 第一周涨到第十周 如果要回撤 这边叫上升趋势线 你说哇薛老师那上升趋势线很近耶 对上升趋势线虽然很近 但是你要注意一个重点 来 这是今天台股的周K线 它收在8554点 确认收黑 那么成交量并没有放大出来 跟过去三周的成交量差不多 但是你要特别注意 上升趋势线它如果来测 它这条黄色的荧光线 它如果来测 它可以来测 但是它不可以破 我简单的讲 它如果回撤 一样走这种量缩格局 那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后面还是会 继续震荡往上走高 来挑战这一根K线 反过头来讲 它如果带量去往下测 结果刹车刹不住 那就很麻烦 那就很麻烦 所以修正的过程里面 一个叫时间 一个叫空间 它如果用空间修正 那时间波就会短一点 它如果用时间波修正 那空间上面就会小一点 那不管是哪一种 至少现在确认修正的过程里面 你要去观察的是 弱势的电子股 什么时候做止跌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我等一下会谈到几档 比较弱势的全职电子股 那么我也希望 当然我没有办法 每档都点名 这些弱势股要止跌之后 台股才可以确认 这个修正什么时候结束 什么时候结束 来所以我们前一波再讲说 从8月5号谈到8月20号 谈到8月25号 这三个方向没有改变 对不对 但是涨到了季线附近 我们说第一波的十三落袋 就是这些族群 好中秋节过后拉回来 我说补缺口你不用怕 中秋节过后会往上挑战 8500点 事实上你也证明 他不但越过了8500点 还挑战到8600点 后面挑战到8700点 对不对 所以这一波的规划里面 我说直接往上走 量收往上走 方向是一致 但是过程不同 结果他选择了第一种 直接来挑战 好 那挑战到这个反压的时候 我们就强调过了 他补量是关键 如果不补量 当然就是顺势拉回到月线附近 结果他昨天真的拉回 那拉回要不要紧 我说你早该避开了 弱势的电子股 所以你今天回过头来看 台股的K线 来 今天刚好回测到景线附近 短破的月线 短破的月线 这个符合设定 重点是在于哪里 他是盘间转震荡区间 还是直接做回测 这个很重要哦 如果按照葛兰币八大法则 当季线往下弯 走平翻扬之前 突破之后会有一波的回测 对不对 那如果回测的深一点 就是刚好到上升趋势线 跟季线的位置 所以下个礼拜上半周是关键 他如果测到这边来 你要去看什么 你要去看 周线的上升趋势线 他不能破 他绝对不能破 这是我关盘 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因为这一波 以空间上面来讲 1000多点 其实说多不多 说少也真的不少 那以时间上面来讲 从破底7203点 涨到这波最高点 本周最高点 刚好涨了10周 他没有在转折时间区里面 但是他也蕴含着 他已经超过那个 转折该修正的时间 所以这波我会告诉你说 为什么要在这个礼拜 就把整个此股给调整完毕 原因在这里 来 所以回到这个重点 很多人在讲说 许老师那这波弱势的电子股 我们该怎么看 尤其是今天有一档股票 2474的课程 今天台判的时候 其实吓我一大跳 这一档股票 这么好的基优公司 竟然跳空直接往下走 而且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他创了一个 短波段的低点 对不对 距离这一波台股 7203点的低点 仅一步之遥 那风险有多高 我们用另外一个观点来看 其实我们这一波在讲说 操作上面你要自己去抉择 你要自己去抉择 很多人在讲 什么叫机会成本 就是当你这一波的台股 从7203点涨到这一波 最高点涨到1000多点的过程 你如果把资金放在电子股 跟放在主流股 生计传产上面 生计汽车上面 会差多少 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谓的 你要去掌握自己的操作节奏 不是吗 所以我们这一波讲红准 你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在11月20号讲过 台股涨到8670点 从8061涨到8670 它不但没有涨 而且要往下跌 我当时写了两个字叫保重 对不对 后面你证明 它真的破了一个短低点 这是台股的7203点的低点 它如果提早破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明年的苹果你要非常的小心 明年的苹果你要非常的小心 同样的时间你去买红准 跟买建林的差别在哪里 我相信你一清二楚 不是吗 或者是你去买号顶 这个差别会在哪里 我相信你看得很清楚 包含了我们之前在同步讲的 10月20号我讲可乘 当时很多人手上有这档股票 我为什么要解 就是因为很多人有 我才要解 不然我不需要浪费时间 10月27号我讲过 三破季限 用技术形态上面来看 它不是强势股 对不对 这个大量区2.05万张 破了333元 好 这是今天的可乘 早盘竟然跳空直接破年线 还好年线再往上走 它还有收一个角 但是你要注意哦 以技术形态上面来看 这个反压要克服 要非常大的量能 尤其在这边有利多爆量 所以现在已经往下破了 下个礼拜它如果没有办法直稳 这一条线会是可乘的最后防线 什么意思 如果你学会技术分析 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在讲什么 因为2474可乘 其实讲穿了啦 它从123块钱 来到402块 也非常大一波了 对不对 所以你该调整的 要赶快把握时间 为什么前两天特别提醒你 你要把握时间 就是这样子 所以等下休息回来之后 我相信很多人今天要听我讲 生计跟汽车 尤其是剑林 我说落袋了 为什么是55呢 去一下之后我再告诉你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 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轴轮精细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2781-0909 02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2781-0909 2781-0909 看你这么年轻 怎么就气喘细细的 爷爷你怎么都不会喘 除了运动 我也定期做体试能检测 体试能检测 你看 全国各县市都设有 体试能检测站 提供民众检测 项目包括肌力 肌耐力 心肺耐力等多项检测 还有营法族专属检测项目哦 这里的教练亲切又专业 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 运动99 健康99 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 来回到现场 那么谈一下我们这一波的操作 我们这一波在锁定汽车跟生计 两个轴心在操作 从中秋节过后到今天 刚好是第二波 那第二波的操作 有一些细节要交代一下 因为我发现很多投资朋友 真的这一波在选股上面 由我们的方向之后 你会更安心 那我们今天在讲什么 我们在讲汽车电子 对不对 汽车电子其实到现在为止 这个趋势也没有改变 这趋势其实是没有改变的 那么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于说 当你在配置的过程里面 这个行情 尤其是这个族群 它如果极短线上面 有发酵的状况 就是你讲 你讲给10个人听 大概有11个人会认同 不然在隔壁听的都认同 对不对 这个产业会好 因为股价创新高 好 当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就表示短线上面有点过热 那过热没有关系 过热是需要沉淀的 需要沉淀的 所以这一波 我们在讲指标股的时候 其实大家记不记得 8月13号我们在讲同志 为什么可以找出汽车这个族群 因为高价股 因为高价股 后面台股反弹上来 他已经领先创万点新高了 对不对 事后你证明3552同志 往上做突破 确认 你在这边发现 在这边确认 3552同志到今天为止 还在创新高 269块半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从这里 这里 到这里 它的趋势还是往上 但是 当指标龙头股在往上的时候 有哪些族群跟不上 或是股票跟不上 你反而要比较小心一点 当弱的时候你要发现谁转强 当这个族群强的时候 你要发现谁转弱 这不是在绕口令 这叫操作逻辑 来 所以我们来讲一下建林 当时我们谈的是know how 对不对 谈它的价值 未来可能会接单 事后证明它真的接单了 那么 8月26号写的手稿 我相信你印象很深刻 对不对 因为我讲安全气囊还盖牌 其实很多人在笑 需要是你不用盖牌 全市场唯一一涨在做安全气囊 不就一见零 他要拿一只 我说对啊 我遮不遮跟你来讲 应该没什么大关系了 但是你敢买10张 跟你能买10张差别在哪里 126你敢买10张 这个价差是你的 126你能买10张却不买 因为台股还在跌 这一段就跟你没关系 但是你对我有信心 你会有第二段 163嘛 这是我们当时的call讯 10月16号礼拜五 对不对 后面跳空往上走 为什么跳空 第三期营收创历史新高 我说越过前高 反压变支撑 178 有没有过 后面真的过了 而且涨停板过 对不对 涨停板来到198块钱 我说近代获利了结讯号 你说需要是 这个这么强 怎么会有近代获利了结讯号 不是网上直接喷吗 来看一下我们的call讯 10月28号礼拜三 就是这个礼拜三 185块我拔挡一趟 这是我们的内容 228建林多单在185块钱附近 全数获利促清 累积两波操作 共222元价差 两波提醒起来 总共55元价差 你要去想一件事 为什么 是53块钱 来 我们做两段 那为什么要拔挡 获利最实在 获利最实在 所以 你挥偷过去想一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一直提醒你 什么叫机会成本 这一波很多人在讲说 真的 我这阵子如果买建林 我如果买浩鼎 我如果买康油 哇不得了 6452康油 今天还在创新高 320 我们在这边告诉你的不是吗 但是操作有操作的抉择 对不对 我们既然决定 一个产业他没有走完之前 轮流做 那么就去锁定这些主流股 不断的做 还没走完之前 你怎么能预设立场 对不对 我再讲一个 不预设立场的事情 当时我在9月8号谈生计 应该没有什么人在谈 对不对 真的啦 当时要你看好生计 怎么可能 可是问题是 龙头指标是谁 我帮你抓出来 叫做浩鼎 8月29号 我说 这个 基本面我们研究完毕 我当时还花了很多时间 在讲这一篇 8月25号台股重挫 我说趁乱布局新未来 事后你也证明真的 这档股票 开始往上做突破 后面我们一路 到这里才告诉你 把档一趟 375 中间都没有任何的动作 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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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然后压回到370 布局第二段 就在月线 我说多头的股票 分5波上涨 对不对 后面你证明 他真的可以创新高 后面你可以证明 真的来到422块 我在406块 把档第二趟 那你说 徐老师为什么 我来告诉你 注意看哦 如果一档股票走5波 很多人讲说 12345 对不对 那是标准的波浪 但是有一种波浪 是形态最强的 叫奔跑式整理 它又呈现2波 但是它又是往上走 这叫最强悍的整理 后面会接着3 所以主流族群 我告诉你 我准备操作第三波 学技术分析是学技术分析 但是你要懂得活用 波浪长成那么多种 你怎么知道 它会走哪一种 所以回到这个观念 什么叫机会成本 时间走以致 你买了A就不能买B 而且免费的最贵 这一阵子我在讲 其实很多人真的听起来跟实际做 真的有差别 这一阵子如果你买的是红准 你看到人家浩鼎这样子涨 对不对 如果你这次买红准 你看到人家建林这样子涨 如果你买到可成 今天还破小低 人家浩鼎这样子涨 如果你买到可成 结果你看到建林这样子涨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什么叫免费的最贵 当iPhone在热卖的时候 首波在中国 很多人就告诉你说 苹果干领股值得留意 你听了一定心里很舒服 对 卖那么好 股价怎么可能不涨 我不是说苹果干领股不好 我是告诉你 什么叫机会成本 同样这两个月 你花在其他股票上面 跟你花在我们主流股上面 效益差在哪里 时间轴是一致的 两个月前的你 跟两个月前的我们的会员 机会都一致 我们选择了什么 你选择了什么 两个月过后建真章 所以专业也没有价值 这就是我常常讲的 如果你缺少赢家战略 你缺少分析 你缺少规划 你缺少纪律 你没有办法在股市里面长胜 那么我们今天 本来318的 把原俱乐部的记录 不好意思 真的要再重写一次 今天拉到336 今天拉到336 那么如果你对于 高价股的操作 很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我欢迎你 跟我线上助理做联络 百元俱乐部是 专属于您的天地 敢与能的差别 就从今天开始画下 不一样的出发点 祝各位操作顺利 我们下周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